好啊 最近发现三只狗 三只畜生掐起来了 是吧 这个胡叼盘 家头 这个还有周黛宇 不叫三只狗吧 他们的名称虽然不带狗 有一个人是叼盘 是吧 剩下的那两个人不带狗 但是剩四狗 这三个人现在掐起来了 狗咬狗一嘴毛了 什么时候三个人掐的遍体鳞伤 我们这些普通百姓 恨他们不死的人 那就会拍手称快 是吧 放鞭炮 吃饺子 吃捞面 是吧 首先发起攻势的是这个胡叼盘 胡叼盘啊 它是因为王芳 在那个乌克兰的领土 被俄罗斯侵占 被俄罗斯这个柜子手侵占的 那个所谓的什么歌剧院 是吧 在那废墟上唱了一首卡丘沙 胡锡进觉得应该发表发表评论了 这个也不是胡锡进爱挑事 那就是胡锡进所属的环球时报 或者是人民日报 是吧 他们想对这件事给予一点评价 胡锡进说了 在马里乌巴尔这个看到歌手王芳唱卡丘沙 大V周小平称赞其妻子是战地玫瑰 我个人不赞成歌手王芳那样做 因为他会给一些人造成一种代入感 这不真实 这也不是中国所需要的 大伙都知道呢 中国是全方面的 全方位的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没想到乌克兰那么那么的有韧性 全国人民同仇敌开 当然这里边也有几个乌奸 但不像中国汉奸那么多 是吧 那可以忽略不计 没想到乌克兰能抵抗住俄罗斯 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而且现在开始反击了 反击还卓有成效 并不像这个司马南所说的是吧 这个只占领几个村庄 并不是 而且是大踏步的前进 虽然遇到了非常胶着的战况 遇到了俄罗斯非常强大的抵抗 但是乌克兰现在开始了反攻 不管是大反攻还是小反攻 毕竟并不像中国领导人 所预期的那样 快速解决乌克兰战事 他好腾出手来 用同样的模式解决台湾问题 是吧 没想到这个算法打错了 没想到这锅粥给炒 给这个煮臭了 是吧 完了之后 胡锡进说了 第一 他批评了王芳和周小平 是吧 你们不能这么做 你们到底是领着哪个部门的意图 是吧 你周小平是全国政协委员 你的身份不一般 是吧 那就是肯定是优秀的共产党员 或者优秀的爱国人士 是吧 你靠着共产党发家 靠着共产党赚取了这个中国的社会地位 你轻易的啊 做出一些判断 一些支持 一些站 这个站脚啊 那是不是会让别人揪你这个小辫子 是吧 因为你的身份不同 当然了 这个胡锡进在底下也说了啊 我从个人情感上还是希望这个俄罗斯 是吧 我从个人情感上希望双方不要再打了 希望双方互相的有这个相互妥协啊 在俄罗斯的不损害俄罗斯的条件下 利益的条件下啊 双方应该谈判 最近我看有记者在提问 批评啊 外交部说这个毛宁同志 是吧 毛宁小妹妹啊 毛宁老们咔嚓眼的臭娘们啊 你到底怎么评价 王芳在 马里乌波尔歌剧院唱的这首歌 是吧 而且乌克兰外交部提出了强烈的啊 言辞抗议 当然了 毛宁他不敢回复 不敢正面回复 他就只是一语带过 是吧 中国政府对待乌克兰问题 始终有我们的立场啊 到底什么立场 中国已经变换了很多很多次 是吧 之前啊 这个所谓俄罗斯的啊 中国现在一直在用的 这个特别军事行动 是吧 到中途有一些改观啊 在中央电视台上啊 替俄爹捧臭脚的那几个评论员啊 消失了 是吧 但是最近这几个人又开始出现了啊 包括一个那个什么女的戴眼镜 是吧 语不惊人 这个叫什么 语不惊人死不休 是吧 就这种人又开始冒头 就证明中国上层人物 对于俄罗斯乌克兰这件事 是吧 又开始反复了 那首先对对这个所谓的司马南 所谓的胡锡进开始叼盘的啊 开始这个反击的啊 是之前还有一篇文章 是吧 那我之前做了一期节目啊 胡叼盘说了啊 我在国外没有一分钱存款 没有一寸土地 没有一处房产 是吧 首先司马南先攻击他说 要不您还是先骂我得了 反正我已经是职业坏人 首先您陈述的不是事实 其次关注司马南 不一定赞成司马南 赞成司马南 也不见得赞成司马南 所有的说法 其三 调查的结果显示 关注司马南的网友构成 与关注某些高大上人物 关注胡锡进的网友构成 并没有重大差别 司马南的意思就是说 咱俩呀 谁也别说谁 都是老中医 别给我玩那 你也下护狼药 我也下护狼药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收割中国 傻逼网民的那个韭菜 把自个口袋里钱 塞满 我们没有其他目的 你多多少少 还有这么一个 所谓官称 但是你已经退休了 你别给我这装傻逼 是吧 别给我这装高大上 胡锡进并没有对司马南进行 这个抨击也好 或者回复 紧接着他就说了 王芳周待遇这件事 是吧 周小平可就不干了 为什么周小平不干了 一会儿我跟大叔解释 他说有朋友告诉我 网上有个小网红 叫胡什么劲的 说我不应该支持 我夫人演唱世界 反法系斯名曲 但我觉得在中国 任何一个丈夫 都应该支持 自己妻子的任何正义之举 只要这个丈夫 还算个人的话 就应该有这种 最基本的认知 是吧 你确实算一个人 但是你确实在性别上 模棱两可 为什么你在性别上 模棱两可呢 因为那个男性的 主要的功能 你其实不具备 你只是一个白手套 白手套并不是说 赚钱的白手套 你就是一个 这个收 叫什么收雨伞的 是吧 人暂时把这个人 寄托在你那 因为人家本身 人家有老婆 有孩子 有家庭 有社会地位 这个正国级 副国级的 这个职称 是吧 无处安插小三 你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替代手 是吧 当然如果那种人 如果不是人那种 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样看起来 那个叫什么 胡锡进的小网红 恐怕是不具备 这种基本认知的 也就是说 万一他老婆 哪天要干了点人事 他必然也不会支持 毕竟他亲口说 丈夫不应该支持妻子 哦对了 我似乎想起来 当年边疆防控小区 发生火灾时 那个叫胡锡进的 小网红大喊 坚决不能因为火灾烧死人 迁怒动摇防控 封闭大计 真 其 这个人当时 心思和嘴脸 就那般的悲劣沦丧 今天会说出这种有被 基本人论的话 也就不奇怪了 胡锡进 看到了 这个 这个 周小平 周戴瑜的 对他的直言不讳的猛烈抨击 是吧 胡锡进也不干了 不是看到有人公开否定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取得的发展和全面进步 是吧 说了一大堆 公开的对周小平和司马南都正式的展开了回击 我觉得这件事也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在哪呢 就是这个三个所谓网络上毛左也好 所谓网络上的粉红的这个头子也好 为什么现在公然的相互之间叫嚣 相互之间咬 什么时候能咬一遍体鳞伤 是吧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估计快了 为什么 我据听说 为什么司马南周小平敢公开的批评胡锡进 并不是胡锡进退了休了 没有那个所谓厅局级的官职的 他们就不害怕了 也不是周小平作为全国人民政协委员 他的身份就无限的提高了 他的这个社会能力就无限的增大了 是吧 当然有人说 包括我也在说 是因为彭马马看上了周小平 周小平虽然自己的活迹不行 这个银样辣枪头 是吧 但是周小平那嘴可不错 是吧 周待遇那嘴可不错 上下其嘴 这个鞠躬尽瘁 非常努力的努着 让我们的彭马马十分的欢愉 十分的高兴 是吧 这个我们的习大的啊 我们的包子同志也乐见其声啊 我虽然不用你这个这个排泄工具了 是吧 泄愤工具了 但是你作为国母 是吧 我们也可以让别人对你啊 不是真实的啊 但是呢 让你又身心愉悦 别在我这挑事啊 我跟小青衣之间狗狗且且 狗狗盈盈 是吧 你这个别跟我天天的摔盆子砸玩 是吧 有人说是这个情况 认为周小平说 我可以通天了 是吧 通到天了啊 所以说你一个胡锡进一个退休的局级干部 跟我这吹什么牛逼 是吧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 我听到的消息是什么 我听到的消息 是胡锡进终于有人腾出手来 觉得胡锡进的能量已经差不多了啊 那个蜡烛烧的已经泪屎干了 所以现在中纪委啊 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 这个所谓的司法机关 开始调查胡锡进了 所以啊 你像司马南也好 像周黛瑜也好 为什么想 为什么可以公然的批评 这个胡锡进 我现在觉得特绕口这仨人啊 为什么敢公开的批评 公开的叫嚣 公开的指责 公开的把听级干部不放在眼里 是因为他们也得到了一些口服 觉得胡锡进该倒霉了 拜拜了您来 拜拜了您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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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